各位知名朋友,各位美女朋友,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高雄市是有四个确诊的个案 其中一个是基隆市的2688衍生的本市确诊个案 那是因为本市的23387这一位有到北部 那因为22688它本身是一位计程车的司机 所以因为3月24号有接触 所以被匡列居家自主健康管理 那回来,那因为在快筛阳性的时候就医 那我们就很快的把它的PCR裁剪结果 在昨天确诊 那它的同住家人密切接触者 那我们以匡列到今天为止 所有的检查都是阴性 那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的判断 因为它是在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 所以它社区的传播的风险不高 这个部分也先跟大家做说明 那另外一个就是新增的其他三个案 这三个案是同住的家人 那其中一位23388 是在这个3月26号到台中参加婚宴 也就是在昨天台中市卫生局所公布的台中婚宴的衍生的群聚感染 那因为它3月26号去参加 那回来呢 它这个传染给它两位同住家人 23493跟这个29494 抱歉 2349 这个9写错了 这个是3 23493 那一位是23493 一位23494 这个文字我们在做修正 那这两位都是某国小的同龄同班的这个家人 那我们在昨天立刻裁检了154位同班的师生 跟这个同补习班的师生 总共154位 全部都是阴性 所以我们的判断 因为它的CD值 一位是28.3 那一位是35.7 都是属于刚发病 所以简单讲就是 这两位小朋友刚发病 虽然现在是没有症状 刚确诊 抱歉 刚确诊 那就找到CD值也比较高 所以 我们的判断 这个在 这个 同几间 就是在同学间 其实是 风险当然也不高 但是还是有风险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早上八点 就按照我们现行的学校的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的规定 那从卫生局、教育局也派员到学校来进行裁检 所以我们今天到10点半 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学校都裁检完毕 然后按照居家隔离、居家检疫的规定来根据风险来进行匡列 所以这个部分也跟大家做报告 那从现有同班的师生跟同补习班的师生 到目前为止 154位裁检都是阴性来看 那这个因为比较早发现 那所以在社区的风险不高 在这里也跟大家做说明 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 我们现在也面对了更多的在社区里面的这些个案 那尤其在北部地区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 我们叫散发型的叫Sporatic 这意思是说就会有看到一点一点的 这个社区感染的这个个案产生 那这个部分只要说能够加快的来进行疫调 跟针对一些特定风险区 或者是这个族群 来采取这个筛检的一个策略 那再加上原来的疫调匡列 那我也相信说 这个在整个社区的传播这个部分 还是可以控制下来 所以这个部分也在各县市 台湾的各县市 包括台东或者是其他 我们也看到说我们高雄今天增加了这两个案 其实一个是从基隆过来 那一个是从台中过来 在南北的这个移动 非常的平凡之下 我们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注意 几个防疫的工作还是要落实 譬如说在餐厅 就是要带上这个没有吃东西的时候 假如同住家人 你吃饭就没关系 你都自己家来的人 还是你的朋友你有识识 当染疫的时候可以找到 附近可以找到 那这样当然相对来讲也单纯 那吃饭的时候你就口罩拿下来 但是你离开餐桌站起来的时候 你口罩就要戴上 那也不要足桌的敬酒 那避免这种比较 这种大型的活动 又没有遵守防疫的规定 那这个就相对来讲像这种喜宴 那这个人多又没有遵守防疫规定 这样恐怕风险就会比较高 一起吃饭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真的要拜托大家 关键是在说你起来的时候 你尽量还是要戴上口罩 那其他的在春假期间 我们也马上就会 这个春假就会来临 那这种南北的移动 长时间密闭的这个活动 那务必也要请大家能够戴上口罩 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拜托 那接下来我请这个潘基正 来跟大家说明 那我也会等一下再跟大家补充说明 我们学校应变的一些作为 各位新民朋友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 那今天高雄市有确诊了四位的这个本土的COVID-19的个案 那首先讲到我们 首先暗号是23387这个个案 23387他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男性 那他在 根据我们的疫调 他在3月24号 在24号 那之前他在北部访有了 在24号有搭乘 这个基隆的这个机轮车司机 22688开的集程车 那跟他的一个这个同住的一个接触者 那两人 那他的机轮车从基隆 这个部分 一路到这个高铁站 那在这个当中 我们研判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接触而被感染 那他在 在基隆的疫调里面 他是被匡列为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 两位都是 那在自主管理期间 那刚刚是这边也会提供 这个这个居家快灾事迹 那当然他本身也还 也对于这个部分 有所警觉 自己家里面也备了一些 那在居家隔离的第六天 也就是 就是接触之后的第六天 3月24号开始 接触的第六天 在3月30号这天 他自己快灾 在家里面 这个呈现阳性 那因此呢 通报就医 那经过医院的检验 他的吸力值是19.5 19.5是确诊 那当然他当下是无症状的情形 那这个个案 在整个接触的过程 那据我们的了解 计刑车里面大概属于一个密闭空间 那窗户没开 那当然在过程中 也是他跟就是有这个付款的 这个给这个司机的这个部分 那真是跟他同行的这一位同处家人呢 这部分到目前为止 是还是呈现阴性的状态 那根据我们的依据匡列 那其他同处家人 总共有三位 以及他的职场接触者 是二位这个部分 都是呈现阴性的情形 那目前都依照规定 进行隔离 另外在今天 另外新增三位 分别是23388 以及23493 以及23494三位 那这三位 基本上23388 在2月 在3月26号 3月26号 有到台中市 去参加 这个国家剧院的 这个这场婚宴 那这场婚宴呢 基本上在 目前的我们掌握当中 影响到高雄市的 除了 昨天公布的一例之外 那这是第二例 那第二例有参加这个婚宴 那基本上 彼此是不认识的 那这位23388 根据我们的调查 他是坐在第14桌 坐在第14桌 那主要 那个场域是 在女方这一部分的同事 那所以他大概 都在那附近的活动 那这位个案在 3月26号 这边参加婚宴之后 那回到家里面 当天就回来 回来之后 那也跟研判是跟 这个同住接触者这一边 这个造成的一个传染 那同住接触者 另外还有一位 就是23388的配偶 那这一部分 经过昨天的匡列检验 目前还是阴性的状态 那当然 也依据23493跟23494的一个 这个 就学的状况 那在他的 在校的同班同学 刚刚事件也报告过 在校同班同学 以及 我们直接困到第二圈 还有同住家人 还有 补习班的同班同学 以及 这个同住家人 以及 在校还有补习班的老师 这个部分 总共检验了 连夜检验了154人 都是呈现阴性 那目前 也针对 相关在学校这一部分的接触者 扩大匡列采检 那目前在进行中 案23387的个案的主机 那根据我们公布 根据我们调查 那3月24号 是在搭乘台北到左营 高铁1321车次 它座位是第九车厢的13D 那回到高雄之后呢 由于它之前有发生过重大事故 那在 相关的一些瀑布风险之下 它被列为自主经浪管理 自己在这一部分有所警觉 有所意识 所以大概 往返 每天大概都是往返职场 跟家里为主 案23388这个个案呢 基本上从26号去参加这个喜宴 搭乘的是 0141车次 是自由座 那相关的一个车厢 目前我们在请它回忆当中 那我们也配合调阅监视画面 如果有进一步的一个 这个急证 我们也会随时更新公布 那28号 它有到桥头厂厂这边的桥头厂厂路的这个道院 这个查道院 这个查道院 那3月29号 有搭高铁 0116车次第6车厂7夜到台北 那在隔天 大概11点 有搭乘高铁 0125车次从台北回到左营 那以上是今天的主席公布 好 这个我们要跟大家再说明的就是说 这个台中的这个婚宴所衍生的本次确诊的这个个案 这个三个人是同株家人 从26号中午暴露到可能的感染源 到30号昨天 总共5天就传染了两波 就他的同株家人也受感染 所以这个代表说Omicron的传播率实在是这个是很快 但是第二点就是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说 2345493跟23494两位 其实都刚开始这个病毒量增加 所以两位的CD值都很高 那一位是28.3 一位是35.7 这个代表说 其实他只是刚开始这个发病 那也因为这个23388也非常的激紧 他的同株的家人 这个接触者非常的激紧 他看到媒体说台中有婚宴 然后他就 他这个意识到说他有参加这场婚宴 就自费裁检 所以因为比较早 找到这一位 这一个 这个在参加婚宴的个案 所以 他的同株家人 也就变得比较少发病 那他的另外一位同株家人 也是他的 这个配偶 23388的配偶也有打疫苗 所以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 其实在染疫 其实在这个家庭的个案来看还是有所差别 那第二个我们要感谢学校的校长跟这个老师 因为昨天一通报 这个学校可能因为接触我们就已经通报学校 那校长在一接到我们整个确诊的资讯之后 就立刻跟老师共同讨论 也就很非常果断的 在整个防疫的处理 也非常的迅速 所以 那我们从昨天 一方面在补习班也好 或学校也好 大家都非常的配合 那所以我们就根据风险 那来做这个匡列 隔离 跟疫调 真的要非常谢谢 我们所有的 全校的师生 还有同学 那以及家长 那在昨天一整天的一个处理的状况之下 在154位 这个昨天 联业的裁剪 这154位 这两位同学的密切接触者的师生 全部都是音信 那这个部分也要在这里跟我们的学校的师生 家长 还有补习班的这个同仁表达感谢 我看的都非常感动 我昨天 尤其在补习班的部分 他们就立刻的这个召回所有的老师 然后学校在班里面做清销 然后立刻展开 连续展开一调 那所以在昨天一个晚上 那我们在召回裁剪的部分 大概都已经完成 那陆续 我们针对 这个学校的 所有的 这个师生的部分 也在陆陆续续的进行 这个 这个裁剪 不过从 他的密切接触都是音信来看 事实上 因为发现的早 所以风险不高 在这里跟大家做说明 好 不晓得各位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市长 那请在场的各位媒体朋友 如果有提问的话 麻烦请先说明您的单位 并且减述您的题目 谢谢 好谢谢 来 中央社记者提问 特别市长柯文哲 前几天在高雄 参加活动的时候 没有戴口罩唱歌 请问卫生局这边会开发吗 我想高雄市 因为现在台湾的社区的 这个传播的个案 在都有 从台北到北部到这个南部 我们还是防疫优先 高雄市政府的原则 那 柯市长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依程序来办理 好谢谢 如果没有提问的话 那中市这边有提问 那 第一个问题是 案23388 和确诊的海军 有无禁酒或者是近距离接触 那么第二案 第二个问题 那个 两位学童是否为双胞胎 同时确诊 虽然其他人采因 学校有无停课的措施 好 那个 我先说明停课的措施 那因为现在马上要寸假 所以我们也采取预防性的 这个停课 在 这个 国小的部分 那其他 有一些列居格的部分 就按照我们风险来做匡列隔离 那海军的部分 海军的部分 是 谢谢提问 那根据我们掌握 我们也联系了两位确诊个案 他们彼此之间是不认识的 这是确定 第二个 有关于该场域的一个 一个对象的互动状况 还有坐次 然后怎么样去 这个夹菜 甚至在 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式的 一个资助餐的形态 是不是有同时间 有从 几乎同个 点位的这个接触风险 这个必须由 当地的地方政府 这边进行疫调 再行公布 那我们也请 也写醒当地的卫生机关这边 尽快帮我们理清 这以上的这些问题 我们昨天这个个案发生 我们有跟台中市政府通报 那我们也非常要感谢台中市政府 包括这个 这个卫市长还有曾局长 他们的同仁也非常的辛苦 因为个案这个产营的这个人数也非常的多 那他们也立刻也提供我们 这个他们所这个进行的疫调的可能的这些名单 那也跟大家报告说明就是说 因为这餐厅 因为实验制 大家没有一点落实 所以在人的这个掌握上 当然还是会有一点落差 但是我们真的也非常感谢他们在第一时间 在他们尽他们可能 所能匡列的这个部分的名单 也提供给我们 我们要表达感谢 好 如果各位媒体朋友没有进一步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记者会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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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